好了 因为刚才讲了好几种数 是吧 那接着呢 我们就根据这些数 说说运算了 第一个你学过哪些运算 就加减乘除嘛 对不对 什么含义呢 呃 加就是把东西合在一起 减呢 就是排出去 是这样的吗 其实减法也可以比较大小 对不对 跟谁比较 跟零比较嘛 对吧 也比零大呢 就是大呗 对吧 比零小呢 就是还不够呗 呃 接着我们再说惩罚 惩罚很重要啊 什么叫惩罚呀 一定是几个相同的数相乘 对不对 比如三乘二 就是两个三相加 三个二相加 一定是几个相同的数 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用减变的乘法 记得什么叫除法 一定记住除法是什么概念 平均分的概念 好不好 好了 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含义 我们就先说到这 那接着 那他们这三种数之间 到底有什么一同呢 我们看一个表 整理一下啊 首先我们再先看看加减法吧 哎 加减法是最简单的 整数跟小数的加减法是一样的啊 记住了 记住一句话 叫相同数位相加减 一定要数位最齐写书式的时候 或者你脑子想的时候 数位一定要最齐 那分数怎么做加减法呢 哎 刚才说了 那九个字嘛 先看分母 对不对 分母 如果要是一样的话 直接加 如果分母不一样的话 怎么办呢 就同分啊 再分子相加减就行了 先分母 如果分母不一样 记住了 同分 再分子相加减 好 接着我们再说乘法 整数的乘法啊 就不说了 写好数字就完事了 还是一样数位对齐 该尽为尽位啊 那我们说小数的乘法 哎 怎么办 一定要先给他就想成整数的乘法 然后最后结果 再移动小数点就完事了啊 那分数的乘法怎么办呢 就是 其实是分子分母乘 分子分子乘 分母分母乘 所以我我我写的是母子个字乘 对不对 但一定要注意 我们说一定不要乘出来再约分 因为结果一定是最简单的 但不要乘出来再约分 因为乘出来数很大了 再约分就就容易错很难 所以一定要记住 乘的时候就先约分 哎 再相成 好 最后我们说是除法的 整数除法一定要注意 不够除 要不灵 小数肯定跟整数是一样的啊 我们说小数的除法呀 你记住了 先都变成整数吗 也不一定 但至少除数要扩大成整数 是比较简单的 把除数扩大成整数 再计算就行了 为什么能扩大 因为上不变嘛 好 最后一个 我们说分数怎么办 分数的除法跟乘法是一样的 除一个数相当于乘一个数的倒数 提到了倒数 什么叫倒数 两个数相成为一 那它就叫互为倒数 是这样的吧 那零的倒数谁 零跟谁都成不出一 所以零没倒数 一的倒数谁 一乘一的一 所以一的倒数它就是一 是这样的吗 好了 那这关呢 还有两个数很重要 刚才提到了零和一 零和一还有什么概念 那你就想想 怎么还会出现零呢 一个算是零 如果是乘法 只要有一个零出现 它肯定是零了 对吧 所以零乘任何数都是零 那零除一任何数 当然也是零了 是吗 那任何数能出零吗 一定不行啊 还有什么能得零 一样的数一点也得零 对吧 接着我们再说一 什么能得一呢 第一个 一样的数一除肯定是一 对吧 第二个 一乘任何数 它还是这个数 对不对 然后一除一任何数是什么 一除一A是什么 一除一A是什么 是A分之一 那就是这个数的倒数了 对不对 那任何数除一呢 A除一一呢 那还是这个数 它本身 这就是零和一的啊 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好了 那接着呢 啊 我们说零和一很神奇啊 大帅都提示你了 接着我们做个计算题了 计算这一块呢 我希望同学们先把视频停一下 先自己做 因为这是基础 我跟你讲就没意思了 后面的题 你先都自己做做 待会回来 再听听田老师的讲解 好 同学们做完了吗 那我们对对对数 好吧 第一个 一定要注意数位对齐啊 5-6 不够点 就是9 然后这块9-9 应该得0 然后这块接了个位 2-3 应该得9 所以第一个答案 应该是69.09 好 第二个 还是一样 写好数式啊 就把它写成 278 乘以14 然后你自己写 最后这个 乘出的答案 应该是 3892 是这样的吗 接着再移动小数点 一看 这有一个 这有两 一共三个 所以应该得3.892 好 接着我们再看看这个 它除数已经是整数了 那我们直接除 这块我给你写一下啊 3.12除以15 3除15能 能除吗 不能 记住了 跟整数一样 不够除不0 然后31能除15吗 可以 那这就是30 他也移了一个12 12能除15吗 不够 不0 那现在再拉起一个0 120能除15吗 可以 8 所以这个题最后答应该等于 0.208 好 接着 这加法非常简单 一看这个 53加47 100啊 好 接着我们看看分数 怎么办 先看分母 那分母不一样 那要 要同分一下 你可以两个两个看 或者三个一起看 这个题三个一起看 比较简单 一看就是30 是这样的吧 那这个就变成了 我一起写啊 30分之 这个变成了 上下都乘6 24 减去 30分之20 加上 30分之5 那这个20 减4 应该是4 4加5 应该是9 所以30分之9 那上下再约一个3 那就是10分之3 好 接着最后一个就是乘除法啊 怎么办呢 嗯 我们说第一种 你可以把它都变成乘法 对吧 除一个是除5 就变成乘嘛 所以变成4分之3 乘以3分之1 再乘以5分之1 或者你他俩乘 再除5也 也可以 一样的啊 先约分 记住了 33先约 一看4和5 所以这个题答应该没有20分之1 好 接着我们看看这 他除他应该得这个 就是这个数字 我不给你写了 写完了以后 应该是余了一个9 是这样的吧 为什么会余9呢 因为第一个 他你要把它先变成整数 把它变成整数的话 那他也得往后余两位 所以就变成了3.81 除以一个 呃 那个12 是这样的吗 然后你写完数数字以后呢 他应该余了一个9 最后我稍微帮你写 稍微帮你 呃 这块就 不帮你 写写了啊 写完数字 他应该是一个9 但我们想一下 你想这个余数 他能不能 能是9吗 一定不是 对吧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一个小技巧 就看前面这个数 前面这个数 他就小数点后面4位 所以这才一成立 也得小数点后面4位 是吧 不然他根本不够 所以他这余数应该是0.0009 写对了没有 好 接着第三个 我们说下面算是中 鸡的最小的是几 那这个非常简单 首先先看成整数的话 它们应该都是一样的数 接着你只要看小数点就行了啊 这块有三位 这块有四位 这块有三位 这块是四位还是三位 一定是三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本来四位 这还成了个10 又扩大了十位 三位 所以他最小的数 肯定应该选的是2 1 是不是 好 接着我们再看看 几道基础计算题啊 首先呢 这些题我们要做之前 我们要先想 那到底怎么算 肯定我们要掌握到 好的运算顺序 什么是好的运算顺序呢 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了这么几个字 首先左到右 从左到右的算 对吧 然后遇到有 有一些的时候 应该说 肯定应该改变 什么呢 如果有括号 一定要先括号 再什么呢 再乘除 最后再加减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从左到右算 也没有遇到其他的 全都是乘除法 那就一起算 那除以它相当于 它的倒数 所以应该是2 乘以8分之5 再乘以24分之25 记住了先约分 谁跟谁能约呢 只有这块能约 是吧 没了 所以这个题最后答案 应该等于96分之125 划成代分数 或者直接写 也可以 好 这样我们看 先乘除后加减 先算这 这个一算的话 应该是0.3 所以答案应该等于12.3 是这样的吗 然后接着我们看看这个 有括号 先算小括号 再算中括号 最后再算大括号 是这样的顺序去算 2分之1加3分之1 你会算 应该等于6分之5 一减就6分之5 应该是6分之1 最后用6分之1乘以6 最后答应应该等于6 你算对了没有 呃 最后一个啊 我们说这个肯定还是先算括号的 既然5加2.5的话 应该等于4 哎不错 10 是这样的吧 然后用10除以0.25 10除0.25的话呢 等于几呢 哎 我们知道 100除25的4 对不对 所以你根据这个想想啊 我们说0.25乘以4 你知不知道等于几吗 0.25乘以4 25乘以4的100 0.25乘以4应该得1 0.25乘以4的1的话 那乘以谁就能得10呢 你反着想也行 那这个题答应该得40就完事了 关于这个题 我想问问题 你觉得你还有更快的方法吗 其实也可以不这么算 还可以怎么算呀 哎 我们说相当于是0.25加上2.5除以0.25 是不是也相当于是先用7.5除以0.25 然后再加上用2.25再除一个0.25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算呀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7.25除0.25 我们想一下75是25的三倍 对吧 那7.5应该是0.25的三十倍 然后加上25 2.5是0.25的十倍 也得40 那这么算 凭什么这么算 那也就是我们的简便运算了 好了 那简便运算和运算定律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相关的运算定律 是这样的吧 我们学了什么律呢 学了比如说加法的交换律 乘法的交换律 然后还有加法和乘法的结合律 然后包括乘法的分配律 是这样的吗 我把它打乱了说啊 第一个我们管它叫 常常的管它叫凑整 凑整这个方法就可以让我们的算计算非常的快起 什么叫凑整呢 首先呀 这块更多的指的是加法的或者减法的凑整啊 就是看各位 各位找朋友呗 谁跟谁是朋友 各位如果是四就找各位是六的 因为四跟六刚好就凑成个十 这就叫凑整 对不对 那各位如果是三就找各位是七的 各位如果是五就找各位是五的 各位如果是九就找各位是一的 就是这种加法的凑整 那我们说减法力的凑整是什么呢 那你就讲二二十三 当然减十三是比较简单了 所以减法力就是各位一样的 就比较好减 比较凑整 第二个啊 我们说我给它起个名叫同级运算 代号搬家 它其实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交换率和结合率 我们说这个交换率 我们说AA加B是不是等于B加A呀 那A乘B是不是等于B乘A呀 它为什么可以这么搬来搬去呢 因为首先它必须是同级运算 什么叫同级运算 加法跟加法 加法跟减法 这些加法跟减法是同一级别的 成法和除法呢 是另外一个级别的 哎 这叫同级运算 带着它的符号搬家 带着它前面的符号 你随便搬就可以 所以它会有交换率和结合率 是这样的吗 那我们说什么叫结合率呢 是不是比如说A加上B加C 你是不是可以让A加B先加 或是不是它也等于B加C先加呀 是不是 就是因为它可以带好搬家 所以呢 它可以搬到一起去先算 哎 我们说提现了 好 接着呢 天气括号这块 我们要说一说 天气括号一定要注意减号和除号 就如果前面是减号和除号的时候 天括号和去括号一定要怎么办 变号 他们是敌人啊 我们说减号 哎 天括号去括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里面的符号 最后一个啊 我们说分配率一定要单拿出来说 乘法的分配率很重要 刚才那个题我们就用了乘法分配率 我们用字母表示一下啊 就是A加B乘以C 是不是等于A乘以C加上B乘以C啊 这就叫乘法的分配率 这就叫乘法的分配率 就是A要分配给C B要分配给C 我给你取个名字 叫穿裤子 为什么叫穿裤子 因为好多人就是A乘完C B忘了乘C了 穿完一条裤腿就出门了 就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就叫分配率 那反过来的这叫什么呢 这叫提取供应数 听过这个词吧 你看是不是A乘C加上B乘C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C都有C 把它提出来 剩下的A加B放到括号里就完事了 提取供应数 为什么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们说比如说99个A加上 这样吧 比如说99个C加上一个C 那99个C加一个C 那加起来不就是100个C吗 是不是就是99加上一个C啊 所以这么算更简单 好了 那你记住了啊 乘法的这些率都为了一个事 凑整 乘法如果你用完分配率 用完结合率 凑不了整 用的就不好 那我们说乘法结合率这块 我们为什么 什么叫乘法结合率 我帮你写下 我们说ABC三个数相乘 A先乘B再乘C 是不是也等于 B先乘C再乘A 这就叫乘法的结合率 跟加法有点相似 那你凭什么A跟B要先乘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 这个这么 就是那你为什么不让A跟C先乘呢 这个时候呀 你一定有好算的数 这块我们学过三组最常见的好算的数 第一组 二乘五吧 二乘五等于什么呀 十记住了 第二个 四乘二十五等于什么呀 一百 最后一个 八乘一百二十五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千 这三组数 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三组数啊 好了 那我们说还有一些数 比较重要 什么数呢 就是这三个数一定是最重要的 它为什么重要 有二十五就想办法找四 我们说四一定是好数吗 四的倍数也是 我想一下啊 如果二十五乘四你知道的一百 那二十五乘八你知道等于几吗 当然知道了 因为八是四的两倍 所以二十五乘八就应该的二吧 对吧 那一百二十五就找八 一百二十五非要找八吗 一百二十五配十六你会做吗 也会啊 一百二十五乘十六 六应该等于两千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说完这些 接下来我们的运算能解单的 简便点呗